丁丁猫的讲故事时间 高跟鞋今天安排了安排了 有的小同学都催好几期了 我这其实有挺多大家的选题投稿 都有记下来的 就是制作需要时间的嘛 好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正题 高跟鞋的起源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有一种说法是 古埃及就有了这种戴后跟的鞋 权贵不穿而是农民穿 因为高高的后跟 方便支撑他们在泥土上行走 在田里干活 还有一种说法是 威尼斯引领的潮流 但也不知道究竟是一位商人 为了防止老婆外出而发明的 还是说他们为了避开城里 路上很多水洼所以发明的 经过一些资料的搜索 我感觉被传播和认可的更多的 属于下面这段历史 14 15世纪 在西亚和中东发展的 继承了一些波斯文化的萨菲王朝 就是现在伊朗那片 拥有许多能征善战会骑马的人 他们在马背上的时间非常多 打仗的时候为了便于各种姿势和走位 常常需要踩在马凳上 所以就需要一个有根的鞋 来卡住他们的鞋防止打滑 从而可以站得更稳 射箭更准 看看我们现在很多的马靴 长筒靴 是不是跟那伙的高跟鞋很像呢 当时萨菲王朝的国王阿拔斯一世 建立了在16世纪 全世界规模最大的骑兵队 在1599年 派了一些使者 拜访欧洲各国 寻求结盟 为了打败当时强大的奥斯曼帝国 结果欧洲人特别是贵族 看到波斯风的高跟鞋了 一瞬间变的 哇哦 喜翻喜翻 然后这种军事着装就被欧洲人接纳 并且流传开了 当时高跟鞋被视为是贵族的象征 因为这种鞋子不易走动 不易劳作 还要配上华丽的衣服和袍子 那不用辛苦劳作的 自然就是享受人生的贵族咯 伊丽莎白一世时期 他自己也开始穿起了高跟鞋 就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英气一点 那后来为什么女性也开始穿起了高跟鞋呢 还是我们的fashion icon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这个老哥 他是一个小个子男人 据记载大约只有一米六三 他就酷爱穿高跟鞋 还是红底的哟 当时的红色颜料是非常昂贵的 于是所有庭城和权贵 就选择了跟随路易十四来表忠心 但是路易十四颁布了一个法令 只有宫廷成员才有资格穿红底高跟鞋 还有一说呢 就是知名高端品牌Lubotone家的 红底高跟鞋设计也是受这个的启发 当时国王和权贵们的高跟鞋 被万千少女看到了争相模仿 也跟男性贵族穿高跟鞋有同样的理由 为了彰显自己的地位与身份 逐渐就变成了一种潮流 那会儿又有一部分女性 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英气 学着男性的打扮 短发 高跟鞋 腌斗 肩章 通通安排起来 到了18世纪 之前那些为了和高跟鞋相配 男性的服装展示出一系列的华丽的搭配 像是高级布料 衣服上镶嵌珠宝 颜色鲜爱等等 逐渐变得不那么流行了 因为启蒙运动开始了 一个神奇的阶段诞生了 The Great Male Renunciation 翻译过来大概就是拒绝旧男性 再再直白一点就是说 咬羊刚 其中有一群哲学家提出了一些观点 他们认为男性是理性的 女性是感性的 敏感的 是不能承担责任 也不能信赖他们的思考能力的 所以男人不能跟女人一样 穿叽叽歪歪的衣服 比如从前的高跟鞋 华丽服饰还有珠宝配饰 都不应该再出现了 男人应该穿更理智的鞋和衣服 于是他们的衣服逐渐走向了 清俭 适合运动的风格 这也是被视为后来服饰变化的一个转折点 当时穿高跟鞋的男性会被认为是娘娘腔 哎呀 怎么说呢 穿高跟鞋有男子气概吧 是社会环境定的 然后穿高跟鞋娘娘腔吧 也是社会环境定的 所以小伙伴们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 可能我们当下社会定义的东西 真的就是一成不变的真理吗 潮流 穿着和社会构建的性别 以及刻板印象 在时光和历史的洪流里循环往复 随着男性摒弃了对高跟鞋的热爱后 其实法国大革命之后女性也没那么大瘾了 大家都不穿高跟鞋 平平稳稳的过了几十年 直到19世纪60年代 才是女性高跟鞋逐渐走向性感的时候 因为这时候照相技术和相机的发明 甚至一些色情图像中 女性依然穿着高跟鞋 所以慢慢的高跟鞋这个东西 又跟色情相关联了起来 然后就是好莱坞的一把子推力了 好莱坞在高跟鞋的流行 和象征意义加强上有着巨大的影响 1950年代 玛丽联盟路说过 那个发明了高跟鞋的人 我们女人欠了你很多 那时候梦露的美丽形象和影响力 自然是不必多说了吧 所以大家想想 一个KOL这么说的话 对高跟鞋的流行能力有多强的推力啊 一直以来也有研究和数据调查 在穿高跟鞋等于 更有魅力的认知的大环境下 的确是有非常多的人同意 也认为这是必然成立的 其实这也没什么可说的 我们的审美 本来也是很大程度的由社会构建 但我也提倡大家可以多思考一下 自己内心真正能感到美的东西 这样才不容易盲目跟风呀 同时也有很多研究证明 高跟鞋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首先是脊椎腰椎的疼痛 然后还有脚趾 高跟鞋的鞋跟越高 穿着的人们就得用更多的力量 去维持这个不自然的姿势 现在各地的女明星 还是非常钟爱高跟鞋 可在2016年 在英国 女性消费购买运动鞋和板鞋的数量 第一次超过了高跟鞋 也许在软硬设施都不断推陈出新的今天 高跟鞋也总会随着时代的发展 被赋予新的含义吧 让我们拭目以待好了 这里是好故事 我的帮你盯的叮叮猫 周一周五更新 关注我 下期见